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天的川普的一个集会上 虚晃一枪 说有人在现场 而且离他很近 有人带枪甚至开枪了 结果特警人员以最快的速度 把他推到台下去 呼着他跑台下去 还抓了个人 我看是抓了个男人 但是后来警方没有任何太多的说法 我们看到的一个感觉就是 没人知道投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而希拉里呢 据说希拉里的干女儿呢 跟他翻车了 倒向了FBI 那就对希拉里的选情 也就说不上是一个种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个人的说法很简单 我们看到的 就是美国在这次大选当中 在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混乱 以至于到今天没人知道结果 而在欧洲大陆呢 在英国 应该是三天前的消息了 英国高等法院呢 说这个脱欧本身首相没有绝对的权力 那公投的结果呢 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 所以那就变成了 英国脱欧呢 就出现了这种变数的可能 因为在脱欧这件事情刚刚发生 公投刚刚发生的时候 欧洲议会本身就相对持反对态度 概念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一种 我们看到一种特别的现象 而在这个韩国首尔 据说出来20万人抗议 昨天晚上要求这个 要求总统下台 而在这个香港呢 今天星期日呢 出现了很多人去抗议游行 抗议人大释法 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讲了 张德江的做法呢 非常的过分 无论国内宣传怎么说 但是张德江的做法的 过分的做法 再次激动香港人 这个做法跟2014年的 刘云山的610香港白皮书 张德江自己的 8月31号的人大常委的决定 极其类似 所以他是直接凌驾于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 香港的司法独立 而习近平针对香港的说法 只有一个 坚持一国两制 和坚持这个 相信港人治港 相信香港人的智慧 这是习近平的说法 但是习近平同时 非常强调 这个一中的原则 中国大陆的原则 这跟他与国民党的 他与国民党的 这个主席会谈的时候 强调了这么说法 结果今天 习近平又有一个明确讲法 说如果是一中框架下 是可以 什么都可以谈 可以谈和平协议的 和平协议的说法 等于向蔡英文 回答了蔡英文 曾经提出过的 和平协议的说法 所以这就向着 跟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讲了 习近平必须 习近平自己珍惜中华民国的称号 可能胜过很多台湾人 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他需要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习近平今天 在遭到张德江的阻击的背景之下 在舆论评论当中 华尔街日报提到了 习近平在收复地方诸侯的权利 而新子凌连续提到说 习近平很可能走向民主的概念 那而这个罗宇直接否定了 习近平可能走向文革的说法 而在应该是台湾的一家 一个香港的一家媒体的一个政论家 他在习近平的六中全会的公开讲话中 看到了一段话 习近平自己讲的 习近平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 直接否定他将成为毛泽东第二 在他讲话当中有这种说法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 就是习近平的走向 真的是否走向总统制 除此之外 包括英国的美日电讯宝 英国的卫宝 都在大篇幅的谈到了中国问题 以及英国的路透社 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 都在谈到现在习近平可能的走向 和香港问题 那以及联系到 直接联系到 张德江与习近平之间的冲突 那就在我今天跟大家看到 这些相关的新闻内容的过程当中 结果看到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他讲的是一个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冲突 同样是 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冲突 是因为儿子在他的生性过程中 非常要想独立 我们大家知道 男孩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非常的一种 我不知道国内海外的一种 有特别的词汇 那这种强烈的叛逆心理 否定父母给予他的一切的做法 就想出去独立 那我们原来的 我们原来小时候这个年龄 有个词叫刷页 刷页就是晚上不回来 那我们在这个年龄当中 和父母有这样年龄的孩子的时候 探讨都是父母让孩子几点钟回来 你可以出去 那你十一点 十点半 十点九点 你必须回来 那如果你不回来 我们就如何如何 那彼此之间的冲突是这个 这里提到呢 这个男孩呢 性格上非常的冲撞 脾气非常的暴躁 在这样的冲突的过程中呢 他与父亲之间呢 就发生了不愉快 而不愉快之后 那他自身多少又有一种 自我谴责的心态 所以故事是这么来的 焦点是在于 孩子本身的脾气和性格上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他的父亲呢 并没有说 一定要求他如何 也没说让他要怎么样 只是说 如果你觉得发脾气是不对的 对任何人发脾气都是不对的话 那你好 你发一次脾气呢 你就在墙上钉一个钉子 他住的屋子 你钉个钉子 这孩子跟父亲是一种交流 一种协商嘛 他也就认同了 钉钉子 没过多久 就自己的屋里的钉子就钉满了 整座墙上钉满了钉子 那他面对这个墙呢 那孩子就觉得有点 太过意不去了 对父亲来讲 对谁也来讲呢 觉得一种非常自责 内疚 甚至多少产生一种自卑的概念 在这个背景之下 父亲又跟他交流说 说人不用自卑 因为你已经就这样 这就是你 对不对 所以你面对他 你面对他怎么办 当你真的要发脾气的时候 你就克制一次自己 你克制自己 说你克制 咽口秃明 喝口凉水 克制自己之后 你就拔下一个钉子 这孩子就听父亲的 那就是这么 有来有去啦 当然有朋友 我看下面有根话 他说 那还有克制不住的呢 克制不住的时候 再钉回一个钉子 反正就这么个说法了 钉钉子 拔钉子 最终这个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真的把满墙的钉子 拔下来 也就说 他曾经发过多少脾气 那今天呢 他也就曾经相对的 忍耐过多少次 把钉子拔完了 拔完了钉子 父子之间呢 又出现了新的对话 那儿子自然 就出已经出现了改变 那父亲也很欣慰 自己教育儿子的方式呢 取得了成功 但是父亲又对孩子 讲了一番话 他说非常祝贺 你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你也并不是一个 像你原来自卑的心态 所想到那样 你是不可救药的 不是 你自己完全可以帮助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完全改变你自己 而一个人 真正能够改变的 只有自己 没有人能够改变别人 有人说不可能 对吧 马云首先 你看马云肯定改变他 对吧 有钱 那不是改变 那是用钱买了 那不是改变 那是用钱买了 所以这是关键所在 在强调管理制度当中 在强调很多 这种外在的威胁的过程下 包括法律的本身 他绝对管用 他绝对管用 但是他只管其表 无法克制人的内在 我跟大家描绘过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在我的眼睛里 健全的法治 是遏制着每一个个体的自我 这是外在 而他作为个体者 他的人的尊严 外在法治本身 所维护人的尊严 维护人的生命的自由 包括言论 包括思想 包括信仰 包括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 这其中最关键的 就是信仰的本身 而信仰却每一个个体者 有着自己的认识 和自己的选择 而真正真正的信仰 正是每一个个体者 自我的选择之后 对自我的约束 出现了一种 外在靠法律 内在靠信仰的社会形式 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的形式 它是对人的尊重 它是对人的尊重 这是关键的 这是关键所在的 那我们反过来说 父亲跟儿子说什么 父亲说 在祝贺你的同时 你可以看到这满墙的钉子 钉的孔 钉的牙 儿子承认 是满墙 钉的牙 他说你想过吗 当你伤害过别人的时候 即使你把钉子拔下来 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 钉子本身没有了 但痕迹却永远在那里 那这个说法 对儿子的教训就更大了 远远胜过于钉钉子和拔钉子 因为谁都懂得 在现实的环境中 今天相对而言 更加自私自我的环境中 在强调自我的价值观 在强调自我独立意识 在强调自我的绝对自由的背景之下 特别是在中共体制之下 扼杀人性之后 扼杀自我的 自然的反应的更加的自我 在一个个体身上 人们不会记住别人给予他的好处 你说绝对吗 不可能 但是人们会更深的记住 别人对他的伤害 每一个人 想想自己的心目中 记住别人的故事 大多是他伤害你的故事 大多是他伤害你的故事 除非彼此之间没有过多的利害关系 彼此之间当没有过多的利害关系的时候 你相对是公平的 相对是客观的 当彼此之间有着利害关系的时候 大家赚钱跑业务的 对吧 那我叫A区你要B区 那A区里面大客户多一点 B区里面小客户多一点 谁要A区谁要B区 对吧 说你就住在B区 但你很想要A区 因为如果单纯这么分类的话 是不公平 你会跟老板说 这不公平 除非你把A区的一两个点给我 对不对 这是自然的 人们在追寻公平的本身 就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直接的保护 在保护自我利益 追求你心目中所谓认为公平的时候 你就在侵害着A区这个人 他已经固有的存在的利益 从来你没想过 他的德行 他与这家公司的缘分 自然造成了他在A区 自然造成了他这样的结果 你不会那么想 你会想过争取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 就像有个故事说的 李嘉诚的算命者 最早李嘉诚没发财之前 赚大钱之前 找了个算命 后来算命的据说 这一生一直跟着李嘉诚 反正李嘉诚肯定养着人家了 当时的这个算命就跟李嘉诚说 你肯定是香港的首富 那你不用太多努力 你就去做你正常做 李嘉诚不太相信 说人家都在努力了 说你看谁谁在努力了 那你不努力怎么行呢 然后这个算命的给他讲个道理 说你看他努力了 他挣了两个亿 但是你知道吗 他命里有十个亿 在他努力的过程中 他损失了自己的德行 丢了八个亿 但他眼见着自己的 得到的两个亿 却以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 他努力的结果 实际他是个失败者 他在扼杀着自己 剥离着自己的德行 那父亲跟儿子提到这个说法 说你看满墙的这个墙眼 你对别人的伤害 是难以扶平的 这是真正的伤害 并不是一个钉子 和拔掉一个钉 那这件事情 对儿子的教训 那就更大 对吧 就更大 所以这篇故事的本身 就是告诫人们 要约束自己 要当不能任意的去如何如何 其实我看到的故事呢 还有着另外的一面 故事的本身讲得很正面 故事的本身讲得很人性 很真实 但是呢 我觉得从更高的一个角度来讲 人们都知道不能发火 但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火的人 永远存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你我也在现实生活中 有着自己的表达 想过吗 那是生命的自然属性 生命的自然属性 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那是生命来的 那是缘分塑造而成的 是他的历史过程 今天 他的灵魂的历史过程 在轮回转世中 今天给他塑造成这样的生命 而这本身又是在人的完美的角度来讲 它是个缺憾 所以在你遏制你自己的这样的缺憾 脾气的时候 却保持着你内在相对强硬的性格 就是你非常坚强的性格 但不失于对别人的 不会陷于对别人的伤害 保持自己的尊严 那是你走向完美的过程 同样的道理 有些人存在就像没存在 他不对任何人有伤害 没错吧 除非他是一个大的智慧者 反过来呢 他的存在与不存在 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 因为他缺少自己生命的特征的本质 再有些人 学会了很多表面的礼貌 对不对 我们说过 有些男人叫免里藏针 那种人更麻烦 你说他发脾气 他从来不发脾气 他一发脾气 他就输了 但是他不发脾气 他表现出来的一切 全是虚伪的 给人们永远感觉一种 不敢相信他 他同样是缺陷 他同样跟发脾气的人 是同样的缺失 同样的麻烦 同样的问题 只不过是一个守心 一个守备而已 我要描绘的意思 在现实人的生活中 没有完美的 在今天人的生活中 当出现阴阳相对的一切的时候 完美是360度 那就决定了 没有完美 只有一种特征 而在人的现实环境中 无法达到完美的背景之下 人透过对生命的认识 和对灵魂的把握 他却能够改变自己 认知自己不足的部分 这是现代人 这是真正中国的修行文化当中 我觉得是对人的 真正的完美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 人会走出超越自我 而不是在自我中完善 它是超越人 现实生命的形式 对他的约束 这种约束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当一个人生活在灵魂的层面 而不是肉体所附带的 欲望的层面 你就是走在完美人的过程 而欲望是占有 是索取 是要满足自己的想法与贪婪 而在超脱的过程中 他是欣赏 他欣赏周边的一切 人们有钱 李嘉诚有钱 据说把国内房产 整个房产 卖掉了一千亿 是八百亿 再走 对吧 他曾经拥有这些 今天他丢掉这些 人们说他具有智慧 聪明 我觉得无所谓 人生就是个旅途 他有钱可以买掉这个 买掉那个 他买掉不了 买不下整个中国 他也买不下整个香港 他要全买下 他就是 对不对 他买不下 他就像人们去意大利 去各地方旅游一样 你看到那么多好东西 你全买下了吗 不可能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买下 所以当一个游历世界 周游世界的人 当他是一个趋向完美 懂得人的生命的含义的人 他走遍世界去认知人 去懂得他 在现在同一个地球村上 存在着不同的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思维概念 他们的自然的相处的一种生命认知 那这个人就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买掉任何 但他什么都有 他懂得生命的含义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透过一个故事 你就能理解到 生命是双面的 就是在现实人的生活中 它不是完美的 它不可能达到完美 追求完美的人 是某种程度上 是相当自恋和自私的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在分析习近平的走向当中 我们跟大家讲过 他没有能力 达到毛泽东当年的 他的生命背景 他没有 他没有邓小平的生命背景 他搞独裁的 被人们斥为独裁 可能返回到毛泽东年代的话 我觉得是今天现实观看的人 是把时间静止了 静化的 静止的去看待他的走向 那唱红歌 毛泽东的概念 我们现在看到了 市面上没了 但是当时呢 有多少人把他 把这东西说成是他要做的 而他在六中全会上 明确的拒绝 他将重返毛泽东年代 那是否他真的成为 蒋介石第二呢 要收听这期节目 请大家订阅 时照Reading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